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4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做非标准普与鸣谢 谢谢,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一起来看原著方面的消息 一,最近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投弹和无人机帮助无兵炮兵较准射击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 从图像资料上可以判断,无军丢小炸弹是越来越精准 而在无人机引导下的无炮兵射击同样是越来越精准 打得俄军是鬼哭狼嚎 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 在接受RBC采访时宣布 无人机军队项目经过八个月的运作已经筹集1亿英镑 购买了1765架无人机送给乌克兰军队 而杜达总统探视了正在波兰接受鲍尔坦克操作训练的乌军士兵 他高兴的宣布乌克兰士兵已经在西维托书夫接受训练 该培训将持续一个多月 除了乌克兰士兵 来自加拿大和挪威的士兵教官也在这里训练 本来培训将持续三个月 但由于乌军士兵基础较好 因此训练周期大大缩短 三、乌海军报告说 2月8日乌克兰海军司令奥列克谢内兹帕帕中将 与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本杰明基爵士 和舰队司令安德鲁伯恩斯中将举行会晤 谈到了英国可能转移桑档级扫雷舰给乌克兰的问题 由于奥德萨外海布满了水雷 且乌克兰海军自己的唯一一艘扫雷舰黑尼琴斯克已经损失 所以获得英国支援的扫雷舰就尤为的重要 2022年中就传出乌克兰海员接受桑档级操作培训的消息 目前看来训练已经接近尾声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乌克兰船员驾驶桑档级从英国返回乌克兰 那土耳其是否会允许他们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呢 咱们都知道之前土耳其按照相关的条约 坚决不让处于交战状态的俄罗斯军舰通过海峡进入黑海 导致多艘俄舰在地中海缺寻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 如此看来两艘扫党级扫雷舰回到乌克兰的概率也不高 但是万一出现奇迹呢 好咱们来看三个国际新闻 一、美国总统拜登二世前后将访问波兰 波兰时事周刊设计了一个很棒的封面欢迎她 二、有个女装博主最近在网络走红 人们吃惊的发现她是俄罗斯大五毛著名的激进贩子 主持人威拉蒂米尔的儿子 这个人要求俄国青年为国献身 要核爆伦端 要俄罗斯装甲洪流 冲过德国银马英吉利海峡 她还摆出了极度痛恨LGBT的样子 但是呢 骂西方是工作 向往西方才是信念 她把21岁的大儿子送到了英国伦端做模特 然后她的儿子就拍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这可是她极度痛恨的 但她不但不急 还准备把二女儿继续送过去读中学 也真是神奇 三 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纷纷改变对乌战立场 坎俄失败的外交和阴险的做派 在被广泛报道欧盟会议上对泽连斯基的冷漠态度后 为缓解不利的舆论压力 欧尔班专门找到泽连斯基握手 但两人的表情都堪称经典 随后 欧尔班宣布向乌提供财政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并且还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两人握手照 签名是匈牙利站在世界一边 不过 亲额的匈牙利仍然坚决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也别觉得匈牙利就那么亲额了 对俄罗斯的制裁 匈牙利可是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 毕竟匈牙利是欧盟和北约国家 最近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承认 为了缓和与欧盟之间的对立 其最终可能不得不被迫对俄实施制裁 自2014年克里米亚之后 塞尔维亚是整个欧洲大陆 唯一从未制裁过俄罗斯的国家 这说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对待俄乌战争的态度都出现了松动 这再一次证明 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哪一方的国土辽阔 也不是哪一方秀极斑斑的T72库存更多 而是是否拥抱文明 是否符合道义 俄罗斯凶巴巴的不让乌克兰袭逃 最终不但导致芬兰瑞典决定加入北约 还将永久性的失去缓冲区 并在走夜之下得到一个血海深仇的对立国 堪称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就 顺便说一句 对57旗政府坚持十年来从不制裁俄罗斯 而俄罗斯人可是从未说过他一句好 反而还觉得塞尔维亚做的不够彻底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忠诚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忠诚 俄罗斯到底是怎样滴水之安 涌全相报对自己十分友好的塞尔维亚的呢 做了以下这么三件事 第一不允许塞尔维亚买别国天然气 要买就威胁立即断供 迄今为止 塞尔维亚只有从匈牙利和保健利亚来的 运输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 第二不肯足额卖给塞尔维亚天然气 去年四月到七月份 俄罗斯是各种觉得优势在我 除了不允许塞尔维亚买别人的天然气 还故意给塞尔维亚搞出了 1%到65%的能源缺口 武器旗这么能忍的人 八月都在一次访谈中和国民嘟囔了一句 我们想买请求了许多次 也不肯足额卖给我们 第三在外网是各种诋毁塞尔维亚政府和武器旗 俄罗斯媒体甚至为了孤立塞尔维亚 跑到中文网络贬低抹黑塞尔维亚 称塞尔维亚政府懦弱 不敢武力收复科索沃 俄罗斯就是想通过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舆论战 控制塞尔维亚作为俄罗斯的棋子来对抗西方 对待别的国家呢 俄罗斯也是这么干的 因为欧洲三番之一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买的 俄罗斯就想当然的觉得自己很牛叉 各种折腾断供 妄图用这种商品 威逼占全世界GDP60%的一大堆国家乖乖就范 我们早已预言过他们不会成功 现在战争即将一年 俄气断供也好几个月了 欧洲人冻死了吗 西方崩溃了吗 都没有 崩溃的只有俄罗斯的财政 欧洲趁这次机会彻底看清俄罗斯的嘴脸是好事 避免凡事都被俄罗斯要挟 让俄罗斯这种只有利益不讲道义 只有算计不讲仁义的国家 该干嘛干嘛去吧 好咱们来谈谈对乌克兰军队的认识 乌总参的数据表明 在过去的一周里有6180名俄罗斯士兵被清算 创造了新记录 这个坚敌速度差不多相当于去年三四季度时 每日坚敌速度的二到四倍 不过回头看看 乌军在去年战争刚开始的最初两周 坚敌的数量同样很多 超过了5000人 考虑到当时还没有西方武器 考虑到当时乌克兰人和乌军都惊魂未定 这说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确实是不错的 一份乌克兰国内的社会调查表明 即使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乌克兰人也不会投降 这是根据慕尼黑安全会议组织者 最近在乌克兰进行了一次调查总结出的报告 报告内容比较多 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这样 89%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 即使俄罗斯在战场上 或对乌克兰城市使用战术核武器 他们也不会停止战斗 93%的受访者认为 停战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军队 从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乌克兰领土完全撤出 很多不知道历史的人认为 乌克兰不倒向西方 俄罗斯肯定不会对付乌克兰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乌克兰曾长期保持了对俄友好 坚持不加入任何的军事同盟 这个情况一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东搞事之后才改变的 从那时起 加入欧盟一路向西才成为了法律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 根本就没有什么北约东扩 有的只是东欧西逃 乌克兰希望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愿望 也正是自2014年起有增无减 本来他们孤立无援 俄罗斯很可能成功的蚕食 但一帮无能之辈胡作非为 最终给了乌克兰收复断巴斯和克里米亚的机会 此战究竟谁会获得最重的胜利 是俄罗斯将扩展势力范围 还是乌克兰将获得真正独立 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我们从一个小细节当中看出了结局 这是一位已经阵亡的无军士兵 只有26岁的米亥伊洛·库兹纽克 当初是边疆的一名牧羊人 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说了可爱的卡尔巴迁山脉方言后出了名 前不久他不幸牺牲 我们注意到他军容极为严整 他细致的戴着保暖帽子 防弹衣外面整整齐齐 佩戴着布画机和额外的弹夹和防身用的匕首 看得出来 他对于自己正在参与的战斗极为严肃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乌军战士身上 看看这位年轻的不知名的战士吧 他胸前是所在部队的汇标 防弹衣外面同样整齐安插着弹夹 他的衣服很和善 手套的尺寸也刚刚好 他们是在用一种虔诚的态度 用战争作为自己成人的仪礼 与此相对 俄军是用一种态度来参加这场战争吗 他们内心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十分的了解 所以极度的厌恶 因此无法认真起来 报销在战场上 与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灾纳 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 乌克兰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汇淫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 家园满目疮痍 老百姓流离失所 更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为道义而战 邪恶一定会输 如果每个乌军都是如此虔诚 每个俄军都是如此的消极 那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这不是多么广阔的领土能决定的 更不是多少秀极斑斑的枯穿坦克能决定的 再看看这个场面吧 去年秋天 文尼查被战后不久 九位文尼查的战士在端念慈克的战斗中牺牲 当他们的灵鹫被运回故乡时 文尼查人是用这样的传统乌克兰礼节 来迎接他们的英雄 子连斯基说 当我们最终获得胜利 我们将为英雄建立美丽的纪念碑 生命终将战胜死亡 光明终将战胜黑 乌克兰必胜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收后 再会 我们下回听见 感谢观看